向阳哥 那前面是个人吗 好像真的是 快点看一下 怎么会有不能躺在这里 阿姨 阿姨 美罗 你不要乱动 不是 这执命关天的事情 阿姨 阿姨 向阳哥 他好像晕倒了 怎么办 要不我去这附近 看一下有没有人吧 这附近哪有什么人 而且等一下就来不及了 快点向阳哥 来大把手 快点呀 你人被关天的事 要不我来吧 没事没事 我来 你大把手 把那个手机和那个东西拿一下 好 美罗 这边 向阳哥 美罗 一声怎么说 那个阿姨严不严重呀 就是那个阿姨 好像是因为气血不止 突然直接气散不来才昏倒的 那个医生说 他要住院 还要去检查这些那些的 喊我去交费用 但是我 我只有这么多 就是向阳哥 你那不是有钱吗 说我们拿去收山货的那个钱 能不能先拿来借我用一下呀 可是美罗 那个我们已经答应了别人今天要去收山货的呀 向阳哥 这 人命关天的事情 你先拿来 我先交一下那个山货的话 等后面什么时候收都可以的 我们帮了别人 别人会不会不拟勤呀 没事的 哎呀 就先交了再说嘛 现在情况比较紧直嘛 对不对 那好吧 嗯 来美罗 行 谢谢你啊 向阳哥 那我先去交了 向阳哥 美罗 阿姨 你都安顿好了吗 嗯 安顿的差不多了 他现在在四叶 你电话 他儿子的 啊 那你接一下吧 接吗 对 喂 喂妈 呃 的大哥 是这样子的 你妈刚刚 在那个路边昏倒了 然后我现在把他送到医院里面来了 我妈怎么会无用过晕倒呢 你们现在在医院是吧 嗯 对 你们带来等我 别走啊 不是大哥 行 他 他把电话挂了 美罗 我刚刚都说了 叫你不要多管闲事 你看我呢可能被误会了 不知道应该不会吧 等一下他会要不然 好吗 美罗 我看那个人也还没有来 要不咱先回去吧 先回去 刚刚是你们接我妈的电话是吧 嗯 对的大哥 我妈现在呢 啊 阿姨站在音乐里面 在中院部里面是吧 嗯 真的 美罗 既然他儿子来了 咱走吧 哎 你们俩站住啊 我妈怎么可能会无用过晕倒呢 是不是你们把他创了呀 不是的大哥 是这样子的 我们在那个路边 看到阿姨会在那里的孙子 我们就把他送到医院来 怎么可能有那么巧合的事情 肯定是你们给他创了啊 真不是大哥 我们只是好心好意把阿姨送到医院里面来 怎么可能呢 哎 这个大哥啊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呀 我们好心帮了你 你反而过来咬我们一口 你闭嘴啊 哎 美罗 我们不要跟这种人说了 来 我们先回去吧 把东西拿上 想走可以啊 把手机啊 还有这个货 压在我这里啊 我妈现在都还在住院呢 你这个人 你有什么权利拿我们的东西啊 我们好心帮了你 你不知道吗 我不管啊 今天不把东西压在我这里啊 你们别想走啊 哎呀 向阳 向阳 向阳哥 算了吧 我觉得 等那个阿姨清醒了 应该就能事情说得清楚 咱们还是走 美罗 怎么能这样呢 东西给我拿回来 没事 算了吧 走吧 等那个阿姨醒了 就会说清楚的 走吧 好吧 美罗 那个阿姨的儿子那样对我们 你为什么还要来替他收拾东西啊 我觉得我今天挺开心的呀 向阳哥 但是他儿子那样对我们 我觉得太过分了 这都不重要了 向阳哥 嗯 今天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 只不过是举手治劳的 我也有爷爷奶奶 从小我们就相应为命 是他们把我带大的 我只希望今天我帮助了别人的爷爷奶奶 或者父母 等到哪一天我爷爷奶奶遇到困难的时候 也会有很多好心的人 一段旅程 咱们不要轮眼相看别人的苦难 在其他人遇到困难的时候 即使出手去相救 是温暖了自己 又帮助了他人 对吧 我相信屏幕前的四十阿姨们 都是这帮善良且美好的人 我知道 全都